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明天踏入8月份 每年营额超过1亿令吉的公司 将会开始实行电子发票政策 台商部副部长林慧英表示 这项政策能够明显地提升效率 透明度和问责制 为了让商家适应电子发票政策 内陆税收局将会给予6个月的宽松期 因此在这一段期间 未完全遵守电子发票规定的商家 不会在1967年所得税法令 第120条文下被对付 但前提是商家必须遵守 电子发票系统所需的要求 来看一组国内快报 电子发票政策将在明天开跑 商家可以通过MyInvoice网站 提交交易记录 财政部副部长林慧英表示 MyInvoice系统是一个免费平台 旨在帮助所有的纳税人 顺利过渡到电子发票时代 他补充 虽然年销售或年收入低于15万令吉的中小型和微型企业 华裔和印尼人口都有所下降 分别占22.4%和6.5% 其他种族则维持在0.7% 沙巴英雄日今天在沙巴警察总部举行 纪念为捍卫国家主权而牺牲的英雄 现场活动重现了2013年拿赌冲突时 输入恐怖分子入侵我国的情景 此举旨在提醒国人 不要忘记为保护人民而牺牲的英雄们